试驾福特F150 勇猛式3.5T猛虎下山 说起今天试驾的这台车 不得不提福特家族最有名的皮卡之一F150 作为老百姓最有可能买得起的高性能皮卡 还有这非常信任的一面 强悍的动力超强的载物能力 以及高人一筹的气势 这些因素都让其充满了魅力 但是话说回来 尽管F150足够优秀 也同样受制于国家对皮卡车型的限制 各种不利于都市人使用的政策 让他难以进入寻常的百姓家 这便是他最大的痛点了 眼前的这台叫勇猛式的车 是江西运天汽车打造的 基于不错F150车型打造而来的 前掌部分 勇猛式采用了F150猛型版的中网 气势上足够到位 起点造型可以在购车时自由选择 个人感觉老款多中网 看起来更显大器一些 车灯配置方面 勇猛者远近光源 只为辱作 前方为下方 两侧都配有锚点 来到车色不难看出 勇猛式的身材 确实如他的名字一样 车身尺寸 不输于市面上任何主流的 全尺寸F1V 车轮方面 市价车型强了18英寸轮毂 配备了28HT轮胎 此外 勇猛式还提供了20英寸轮毂 可选 自往后看 江西运天汽车 在F105身上 扩出了四大感变 莫过于车斗部分的改造 也正因如此 F150才不能受到 政策对车卡车型的限制 后加棚与车斗 通过激光焊接技术 用为一体 看起来足够硬朗 同时车顶还配有铁铁架 勇猛式改造的 打开是由上下两部分 组成的后备箱盖 下半部依然保持了 低卡破斗的结构 具有较好的承重能力 即使有第三排 勇猛式的后备箱 依然能够非常的大 勇猛式的后备箱 依然能提供非常大的 土空间 并且可以通过向前移动 第三排座椅来进行破绽 第二排座椅来进行破继续